欢迎继续收听播度全世界 我是郑宏怡 我们播度全世界在宝岛联播网播出 我们在北部是FM98.5 播度新虾 在中部是FM99.1大千电台 在高平地区是FM96.9 珠郎点台 在花莲是FM90.5 希望之虾 台南是新娘之虾 FM90.3 会播五点几六点 都听到播度全世界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有丰富飞行经验的 饶志强机师 来接受我们访问 志强兄 他飞过教练机 飞过F5 F51 F5F 出国到美国 就受训一年飞F16 是台湾的 飞F16的总子教官 后来他转入民航 在长龙飞747 客机 货机都飞 这个足机遍及地球的五大洲 七大洋 那么也飞LBUS330 那么都是大飞机 那么这个现在他转入医美行业 顺丰 这个 美医集团 医学美容诊所 对 那么这个志强兄刚刚谈到说 这个澎湖的跑道 其实就是一条跑道 从这边飞叫做动两 从那边飞叫做两动 但是从这边飞动两的时候 有所谓的精确性进场 精确性进场 就是你讲的精确性进场是指有ILS吗 对 就是ILS进场 好好好 就是有降落仪器系统协助你 对 你不去 你飞机你靠那个系统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 自己飞 对跑道 对 OK 那如果从二领两动 这边是没有ILS的 没有 那一天为什么不用ILS呢 这个就是一个蹊跷的地方 因为据我所知 民航机 它只要它的顺逆风 没有超过它的飞机的限制 它可以有权利 跟相关的单位申请 我要从哪边降落 这是个点 那我就怀疑说 为什么当时天气不好 机组员会自己想要找麻烦 对 去做这个东西吗 要是我不会 不会冒生命危险 对 那是不是这个机长 有尝试的跟相关的单位申请说 我要从南边有精确性进场 给电脑来背 我有多一点时间来 这个注意飞机的状态 跟抵挡这个侧风 这才符合逻辑 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跟疑点 黑盒子有两个 对 一个是飞航记录器 对 一个是 语音通话器 语音通话器 对 那个都会有记录吗 通通有记录 所以语音通话就是 包含你驾驶员里面的通话 还有你用无线电 跟你相关单位的通话 跟塔台 跟进场台通话都有 对 那会比对你的另外一个 仪器的黑盒子 就是你当时 可以存 你飞行 最后两个小时 所有仪表的动态跟数据 通通在那个黑盒子里面 所以他们两个黑盒子 找到之后他们会整个去做交叉的比对 还有尽可能去比对那个飞机 失事之后 找到这些残骸 看看他撞击点 到底出 出这个最初撞在哪个地方 来比对黑盒子的通话跟仪表 就会增向大白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举例 我自己试想 就是说我是一个 当时飞这架飞机的政机师 那我看到这个条件这么 天后这么恶劣 我很可能可以跟塔台说 那我可不可以飞 我不要飞两栋 我飞栋梁 那么从栋梁那边有ILS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用这么的冒险 像这样的对话都会记录下来吗 当然了 因为要是我以我以前的经验 我一定是把自己跟乘客 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我一定会尽可能来申请 我要的跟舒适 跟安全 还有保险的航线 我相信正常的机长 他一定会申请 申请是透过什么 透过无线电 所以我们希望无线电里面 到底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循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 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机场的需求 这是很大的疑点 所以栋梁那一边的这个ILS 是 塔台会不会跟他说 现在在维修没有用 你就飞两栋 因为我看新闻好像说 那天说是在坏掉了是不是 以我的了解 好像是没有坏掉了 没有坏掉 对 因为飞行前都会做一个任务提示 对 我们起飞点跟目的地点的 所有相关的飞航公告 跟这些相关的这些驻导航设施 OBOK 这个都有数据跟资料 基本上应该都是好的 只是说 今天如果你在天上 你执行这个任务的机长 你要申请 一定要经过许可 塔台也没有这个许可你了 一定要往上层 看到底马公机场 管这个跑道是谁 是有这个主导权 可以来判断 能不能让他从哪个方向落地 那个人有没有答应他 这才是重点 马公机场是 民航局在管 还是 澎湖县政府 还是军方在管 据我所知 因为马公机场特性比较不一样 他肩负到军方的战备 那极有可能 如果是军方跟民方的话 一定是以军方为优先 就是军方应该有比较大的权力 来掌控这个机场的动态跟方向 为什么 因为机场的两端的跑道都有跑道头 都有机宝 那个机宝里面有第一线的战斗机 什么叫机宝 飞机的机宝 机宝 就是我们讲的Squamble的飞机 就是紧急起飞的飞机 通通在那边待命 正常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东西待命 是牵涉到国家跟国人 跟国家的防空的安全 所以应该是由空军来主导 空军有绝对的权利 来看这个跑道要怎么使用 我觉得是有这一层的意义 因为以前我们也是要在那个跑道头里面 全副武装 在等的三分钟 跑到飞机 赶快紧急起飞 去拦截老公的飞机 有经过这个任务 是 那么我是政机师 我看那个机场的条件是 那天七点钟的时候 能见度是1600公尺 可是到他失事晚之后的7点10分 能见度剩800公尺 也就是说 其实在很短的时间 他的气候条件变化很大 那么他偏离跑道 你刚刚讲的是那个叫什么 风切 对 风切 测风 到底有多大 会把飞机弄成这样 好 一般来讲的测风 每一种飞机机型 都有一个测风的限制 据我知道 747巨无霸 最大测风 可以到40海里 就40海里 但是我们讲的是 他讲的40海里是讲40节吗 也是40节 也是40节 那也就是说 在正常的天气情况下 我们可以承受到 这个40节是一个极限 但是ATR是小飞机 对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搞不好十几节到二十几节 就是极限 好 那我讲的是正常天气 对 台风天气 它的震风的范围 可能从个位数 到五六七八十节都有可能 那这些东西就是抓不准 那你也没有办法预测 它的状况 更换 它的风向一直在改变 也就是刚刚洪一哥讲的 就是说 它的能见度 一时大雨 一时风扫过来 所以它能见度 一下时有时没有 一下晴空万里 一下可能就降到 你连前面伸手都不见五指 所以我们还是讲的 这是一种危险天气 特殊天机 没有办法跟一般的天气的状况 跟条件做比喻 这就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那事发之后 当然这有点事后诸葛 就是很多人就在问 包括CNN 包括日本的媒体 包括台湾死难者的家属 包括政绩师的家属 都说 这种天气干嘛飞 台风天干嘛飞 是这样吗 这个应该来讲 以我的亲身经验 就是飞行员 比较委屈的地方 为什么 今天飞行的条件 是当这个天气 符合你起飞 跟降落机场的 最低标准要求 你都要飞 你为什么不飞 因为你要带客人 你前面有客人 你后面好几班也都是客人 你今天这一班客人 你无缘无故 你也没有任何的 重要的原因 你就不飞了 你塞了这些客人 几百客人怎么办 后面要消化 你还要赔钱 你还耽误时间 你还要上新闻 所以他有相当大的压力 我这样讲好了 像你这么有经验的人 台风天你 你飞不飞 小飞机飞到澎湖或离岛 你自己要不要坐 黄哥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要是我的话 就是我个人我是不会飞 不冒险 我基本上 不会去坐那个飞机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去坐这个 尽可能不要去坐这个飞机 为什么 因为你很多不确定 不确定的天后因素 包含在里面 记住 老志强飞那么多飞机 台风天他也不冒险 我们也不要随便冒险 因为不要把我们的生命 交给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下 现在民航局都讲说 飞不飞 降不降落 机师自己可以决定 这个当然了 可是你刚才讲 机师其实有压力 我如果不降落 我把他载回来 开玩笑 旅客施加多少压力 民意代表施加多少压力 航空公司搞不好要骂我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有压力 所以你会不会主张说 能不能飞的权利 不要交给机师 而交给这个机场 要不要决定说 好了 这个飞机 这个气候不好 关闭 那这样机师就没有压力了 基本上 应该这个概念是这样 每个航空公司 在特殊天气 我们台湾是亚热带 夏天都有台风 在这个台风的当下 只要新闻局 气象局发布了 我们一定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特殊的应变小组 来看这个台风的动态跟强弱 跟他路径到什么地方 那由公司高层跟专家 来给予飞行员正确的资讯 跟做一个处置 这才对嘛 你今天你把这个飞机 让机师飞到天上去 他只有两个判断 第一个要不要降落 要不要回 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说没有台风的地方 回回去 就这两个原因而已嘛 那这个东西 你让机师来做一个 这个怎么讲 这个决定 那个未免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机师的判断 他没有在现场 他只有靠天气的资料 做一个参考的依据 你都可以落地 那我就只好落地了 那落地的过程中 遭遇到这个外环料那么强大 他也不知道说有 他也没有预告说有会 突然间他在最后要进场的阶段 跑道已经快要到了这么低的高度 突然间一个这么大的阵风把你吹翻了 把你整个程序都搞乱了 他也没有办法预测 所以这个东西你压在这个机长身上 那个的这个沉重感 跟那个不确定因素就太大了 好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 就是说台湾还有全世界 用哪些机场 其实是还蛮挑战的 好不好 因为你经验那么丰富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